刘铁征 63岁 退休金3260元 住房面积51平米 说到自己的前妻 刘大哥跟红娘讲述了 他至今不愿意回忆起的往事 我前两人离婚前都是 尤其是头一个 拱耳瓢盆都拉走了 第二个也是走前事 不管我都拉走了 什么大葱 茄子都得拎着 刘大哥说 当初他跟地任老伴一起租房 修表又开了个食杂店 日子原本过得挺恐怖 但慢慢造成他俩感情不和的原因 只有一个 我前辈给他注意的小过道 就是比较艰苦 钱虽然挣点 他是不是那么太可心 就是意气 我就想 一开始准备赞钱 ramos Wasser汇险 扩大经营 Centre 他就是不拿钱 他这个就 你只要钱进了他 你也不一样 前妻爱财如命 对刘大哥更是一毛不拔 不善言谈的他 开始了与前妻 长达13年的分居生活 反正有时候不上不下来 有时候我就睡沙发 反正不在一起 不在一张床 后来因为租房拆迁 俩人又在和平大陆 买了一间小平房 继续做生意 虽然面和心不和 可为了孩子 刘大哥也没想过离婚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 有一天电视剧里的情节 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一开始我就为了 要这个地宝房办的假离婚 结果呢 我这个房子没能办完呢 他跟我的房户聊了 我那时候住宿意见 有个房户的时候 也是个逛棍 我二二回搬回去了 那屋里就是那同事撕逼了 没戏关了 锅上条文都没了 这件事对刘大哥打击很大 从那以后啊 他就专注玩起了乐团 每天用音乐充实自己的生活 直到几年前因为演出 认识了第二任老伴 他唱歌 我也是一个宿主的 去伴奏 同学就给 其实就把朋友就给介绍了 女方最初的表现 让刘大哥很暖心 他以为这次终于找对人了 这件事就因为他的主动付出 感动了我 他付出啥的 你给我举个例子 我家里缺啥他买着 淹的酒啊 没了他就主动不给买 还挺细心的 贴心的感觉 所以说后期他要结婚 装房子 我给拿一万 买十要钱不够 拿一万 房子更名 家平常那么些大小事 里里外外吧 三五块钱 我那俩还是享受低保的 不给我出去借去 我都舍得 没想到刘大哥 开始用心付出后 对方却忽然变了 可那以后就变了 啥也不想买 我一年买件衣服 我都费费 商量都费费 欠钱也拿 今儿一百 明天二百 一问我都没钱了 我说那你那两千 都要干嘛 我也不说 最后这次离开 就是用了钱 我说这钱以后 我不能让你管的 怎么着 还就像我以前 那个媳妇 我说他说我鸡飞在哪 我说你 你肯定是有无地动 他就不同意 让刘大哥没想到的是 女方竟提出要分手费 他管我要五千 我说那给你 突然是两人在一起 不幸福不快乐 那不就是慢性自杀吗 我就认了 给了五千 这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让刘大哥对见钱眼开的人 心生厌倦 找个不图钱 能跟他踏实过日子的老伴 是刘大哥如今唯一的心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